對於另外一半 妳有特別的觀察力嗎 我有 我有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男人的嘴 騙人的嘴 真的 是不是 有沒有 沒事在那邊 真的 我真的 實際經歷 不是在那邊亂攻擊別人 我才是被攻擊傷害 就我之前大學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熱戀情 一切都很好 但是晚上大家就是 晚上聊完天就說晚安 然後那個時候 通訊軟體剛好會有一個新的功能 它可以看你幾分鐘前還在線上 然後我就睡覺 然後那天晚上不知道怎麼樣 我就是睡不著 就翻來覆去都睡不著 然後我就想說 看一下手機好了 就把手機打開 還在線上 在線上 剛剛在線上 就想說不可能 已經過一個小時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來密他 我說你怎麼還在線上寶貝 然後他就說 沒有 馬上回喔 我剛剛去廁所 我要睡了 對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是 各自住在各自的宿舍 所以我抓不到證據 但我心裡就有一個覺得 很不對勁 女人的第六感 所以呢 我就先把這件事情放在一邊 後來我就慢慢去觀察它 真的是很奇怪 他本來那個手機 解鎖之後鎖 一開始那個開機那個 後來呢 他連軟體全部都上鎖 LINE也鎖 FB也鎖 然後Messenger全部都鎖起來 可疑 可疑 你怎麼知道突然叫他鎖 因為我要查東西啊 因為他每個都按 我每個都按 然後為什麼有鎖 就是你會有一種 恐怖情人 好奇怪喔 我一直感覺不對勁 那種感覺 然後這就算了 有一次他在用手機 我在旁邊這樣看一下 我就瞄到那個手機 有個盯選功能 我不是在第一個 而且呢 你說聊天室的 對 那很明顯 置頂 對 直接置頂這樣 但是他媽又不用聊天室 怎麼可能是他媽媽 對 我叫他媽媽 好 嚇壞 你怎麼講的氣 氣怎麼這樣 氣氣氣 然後呢 我就覺得很不對勁 然後我就想說 這傢伙有鬼 後來我就想起來 在我們在一起之前 他跟一個學妹感情很好 後來我就發現 那個被盯選在第一個的 就是那個學妹 那你後來怎麼發現的 怎麼發現的 靠友人 有一次晚上 我打給他 不接 陳徐琦不回 一整個晚上都沒有消息 隔天我問他 你昨天為什麼 都沒有回我訊息 他說 我昨天在忙報告 整個晚上都沒睡 很累這樣 結果一下課 我的閨蜜 直接衝過來 跟我說 琴 你知道你男朋友 昨天晚上沒有回宿舍嗎 我想說怎麼可能 他說他跟我說 他在宿舍裡做報告 他說沒有 我男朋友跟他同宿舍 他說他昨天晚上都沒有回去 你知道他去哪裡嗎 超誤分 重點是我直接殺去他面前 我就指著他 我也沒有在場 我就說你 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裡 然後他才支支吾吾的說 我昨天去 找一個人這樣 死不講 都不講 然後我就說 你是不是去找那個學妹 然後他就說 就因為他 他跟他男朋友分手 然後他在鬧自殺 我怕他出事 我怕你擔心 所以我不想跟你講 這個借口 連小楊哥都聽不下去了 真的 而且他說去學妹家 去學妹家感覺就是 會嗎 那你有買快速通關嗎 看他賣不賣囉 不得不承認 在感情這個 觀察的這方面 我們女生確實 第六感很準吧 小楊哥 你都敗在第六感 多好吃 是也沒錯 我跟你講剛剛講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剛剛又雲有公布了一個 就是說 搞辦公室戀情 兩個同事在一起 我們完全不知道 而且旁邊有人來講 我們也聽不懂 我們以前team裡面就有兩個人 一個185公分 一個155公分 兩個每天看到 就是不知道八字不合 就是看到都要對罵就對了 那個矮的 矮的就會罵那個高的說 你長那麼高幹嘛 你是要當司機 還是要當保鏢 然後那個就罵矮的說 矮之矮一肚子拐子 我怎麼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每天就好像歡喜冤家 但沒有歡喜 見面就要罵你知道嗎 因為我說真的 我每天除了開會 或是上班跟他們見面 那私底下他們在幹嘛 他們也不會找我 我也不會找他們 一出去以後是要我花錢 我剛介紹他們 對 看他們自己愛怎麼樣怎麼樣 反正有按時來上班就好了 對 突然有一天就 另外一位女同事來就說 翔哥 我跟你講一件事 怎麼... 他們兩個好像在一起 我說不可能吧 你怎麼吃瓜群眾也太爛了吧 兩個每天罵的都快打起來了 你知道嗎 祖宗十八代都翻出來罵的人 怎麼可能兩個人會在一起 不... 大家都在傳說 他們兩個好像在一起 我說你們有看到什麼嗎 視野沒什麼證據 但是就覺得他們兩個 在我們面前是一個樣子 私底下怎麼好像兩個人 還一起回家什麼之類的 他怕你們看出來 所以故意吵架 我不知道 後來突然來 就像他剛剛講的 官宣的時刻來了 對 然後後來有一天 他們拿 他們兩個要穩定了 就說我可不可以代表 南方的家人一起去提親 OK 然後他們因為家裡 他找你 對 為什麼 怎麼會找到 都相關的人 我算是他的長官 一般公司行號 就是說要提親也會說 部長經理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跟我們對不對 那部長跟經理一聽 因為好事也就去了 那你去嘻嘻哈哈的 父母放心 他們就真的 那我怎麼辦 那往後我就去了 對不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 那個為什麼 那個新娘的姐姐 就一直要弄我什麼 就一直要叫我喝什麼的 我想說關我什麼事這樣 然後 是不是姐姐不夠漂亮 對 後來就是 很了解 南方不能吃到最後 好像有倒數幾道菜的時候 對 上天好就離開 穩定 對 然後那個他們就一路 我真的說在 金山萬里那一帶就對了 然後還載我回去 我回到家 我就 在車上我一直忍 一直忍到我家門口 我才吐出來這樣 因為那個山路 對 我想說東西有那麼難吃 沒有 那個姐姐一直灌我這樣 後來兩個真的 結婚生小孩了 你說這個要怎麼說 不打不相識 就打出真感情了 也有可能 偶像劇都這樣演 對 就愛上她了 愛上她的那個 那個無銀腿 那也有可能 這不太講對不對 然後她剛剛講那種 就是社群軟體 我聽我那個年輕的朋友講說 她深受這個社群軟體所苦 就是說她的女朋友 每天就盯著這個軟體 比如說你追蹤300個人 今天怎麼301個 她就上去看了 你怎麼多追蹤 比如追蹤了一個胡音針 為什麼 什麼問題 胡音針 這個人是誰 你認識她嗎 你跟她什麼關係 你為什麼要追蹤她 就開始了一連串的那個 她說她每天已經 這些軟體她都沒有辦法用 她在那邊滑在那邊按讚 就是給她自己找 馬上被看到 那你有在更新嗎 你有在追蹤誰 我其實每天在更新的 都是一些 淚寒心的照片 相信大家 都有看到 有啦 有看到 追蹤 對 你們應該也都有看到 有有 即便你們沒有追蹤我 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你們也都會跳出來 也都會看 有有有 可能身邊的朋友有看到 所以都會 都會 對 連帶會分享 一定聯署希望這件事停止了 沒有辦法停止 因為一直受到不同的表揚 這位朋友啊 他是透過那個 推播廣告 抓到他男友劈腿 不用看搜尋了 現在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會推播 你常搜尋什麼 他就會推那個廣告 比如說我們喜歡看球鞋 就會有些 對 就會有那些東西 然後我逼到飛桌子 對 他就拿他男友手機 想說就是只是隨便看一下 結果就看到有訂房的 推播就是那種 訂房的東西 他們又沒有要去哪裡玩 又沒有要出國 沒有計劃要去哪裡 為什麼會有一大堆 都是那種平台訂房的 他說不定他要給他一個驚喜 沒有 就是沒有 所以他就是直接抓他 他就直接問他 就是直接抓到 我的IG也是剛成立的時候 我的搜尋一打開 全部都大奶的 全部都大奶的 我想奇怪 我都沒有看這個 為什麼全部大奶 後來才發現是 秉承幫我射的 你為什麼要講這一陣子 你在幹嘛呢 你就默看就好了 沒有 我後來 後來要搜尋的時候 就都不見了 因為他把我 獨立帳戶了 我本來是跟一個小朋友 他幫我射的帳戶 所以他的帳戶 跟我帳戶是一起的 你現在手機拿出來IG 我看你都在看什麼 不然我都在重點 那我去幫你拿 對 他重點沒有 我忘記他都在攝影摩托電 Gabry哥應該也不得不承認了吧 女生就是比較會觀察人 女生的觀察力真的是很恐怖 對 尤其是那種 真的就是那種 一群人出去 然後就忽然就會有人說 他們兩個是不是在一起 就是會這樣 然後那種男生 我們男生就always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哪有不可能 沒有 而且我們不會去想這些事情 可是他們就一直 是在我們兩個在一起 他們兩個一定在一起 他們一定有什麼 神經病怎麼可能 大家每天都聚在一起這樣 怎麼可能 相信我他們一定在一起 好 慢慢開始 這兩個人就開始會不出現 或是一起遲到 或是一起早退 就很厲害 然後女生就很容易就會有這種 是不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一問就會出來 他們很厲害 我好多朋友都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這種 要剛在一起的 這種就是很多貓膩可以觀察 真的 我覺得那個是對話的感受 我覺得那個就跟你出國 去不同的城市 每個城市它的交通的節奏不一樣 那個就是 我覺得人跟人就是有這種 對 一個wave 對 我有一群朋友 我們從學生時期 就一直都很好 然後我們每次都會去 一個男生家聚會 因為他家就是比較大 然後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移動的 我們就不怕說會吵到人家 然後有一次呢 我們就是約好要去那個男生家 結果我一到了之後 我比平時約的時間 還提早了十分鐘 結果開門的是我一個女生朋友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個女生每一次都遲到 你約他家旁邊的餐廳 他都可以遲到半小時 他怎麼可能比我還早到 我就覺得很怪 然後他們在家裡 我就覺得我們三個人有種 是 奇怪的氛圍 兩個人要嘛同時不在 不然就會有一個人出來陪我 但是就不知道大家 他們就是很奇怪 就是很奇怪 好像要明明就很熟 我們那麼久了 快二十年 然後要聊不聊 好像要嗨不嗨很怪 然後後來我想說這太妙 我就故意去廁所 然後出來說 我就問那女生說 沒有衛生紙咧 他說好 我去拿 女主人 然後他拿跟我衛生紙的時候 我就說抓 什麼時候在一起的 給我老實說 就被我抓到 跟他們真的在一起 才剛在一起大概不到一個禮拜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先不要講 先不要講 因為其實大家都老朋友 他覺得講 二十年的老朋友 就是快二十年 就是他覺得 這樣在一起這樣 講出來好像有點害羞 不好意思 還想要培養一下 我說好 然後他們大概差不多在一起 快兩個月才跟大家講 但重點是這過程 女生都知道了 男生沒有一個知道 然後他跟大家講之後 男生還說 為什麼不早講 幹嘛騙 騙什麼騙 然後我們想說 人家沒有騙 人家很明顯 而且他們男生是 很出神經到 譬如說男生去一家餐廳 他發文 然後隔一天女生發文 然後會有男生去 女生那邊留言說 那個某某某 昨天才去 好巧喔 這個很恐怖 到底哪一家 我想說也太ㄎㄧㄤ了吧 對啊 就很明顯 其實很多那種 就是芝麻小事的那種細節 比如說可能我們一起去 這個男生家裡 忽然間 Wi-Fi自動連上 第一種的小事 你就會觀察 對啊 那除了自己的另外一半之外 除了第一 對於第一次認識的人 你們也是觀察敏銳嗎 會 其實就像他剛剛講的 這個你同一個 在同一個場所的人 你一定會感覺到 有一些不對勁 然後像我有一個閨蜜 她就會帶她的男朋友 給我們看 因為她很不會看人 每次都遇到渣男 然後有一次 她就帶她新的男朋友 跟我們兩三個女生 一起吃飯這樣 然後就一開始坐下 那個男生就是蚊子冰冰 戴著眼鏡 西裝筆挺這樣 襯衫襯衫 然後看起來也 絲絲穩穩的 還會幫女生剝蝦 拿到飲料 超體貼的 但我一看 我就覺得 這個人 飛扇類 妝 就是一個 對 就會覺得還有這種妝感 真的 但是又講不出哪裡 怪怪的 然後我就先跟我旁邊的女生說 我覺得那男生 不是他看起來的樣子 但我沒有證據 我想說 好 那大家一起來妝啊 直接 過了一陣子 那個我就去上廁所 然後我就要從廁所出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外面有人在吵架 然後是一個男生在罵服務生 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是我閨蜜的男友 現行嗎 現行了 對 他就是被服務生潑到湯 把那個襯衫都潑濕了 潑髒了 那我那個閨蜜的男朋友 就是大發雷霆 直接爆罵那個服務生 所以我這個很貴 你配得起嗎 這樣這樣這樣 而且他在前面講話的時候 他其實會在談吐間 不自覺透露出一種優越感 然後最可怕的就是 等我回到座 那時候他在外面吵 我還不敢出去 然後我就先讓他們吵完 之後他就回座位 然後我才入座之後 我就發現 我的閨蜜在幫他擦襯衫 然後說他怎麼會弄到這樣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啦 剛剛那個服務生 被人撞到 我跟他說沒事 沒事 沒事 他直接這樣子 在妳面前還要面子 對 還要演一下 他不知道我在裡面聽到 就是整個團結束之後 我就直接跟我閨蜜說 我看到了什麼什麼 他不聽耶 他說沒有啦 那個剛潑到 一定會心情不好 然後 然後 三個月分 馬上分 直接原型畢入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非成戰 新型態互動是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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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